画面上次晋升太空科技公司位于台东南田村的火箭发射场 1月2月13日台湾首发的自制火箭发射 吸引了有史以来南田最多的人潮 露营区涌进了许多准备观赏火箭升空的游客在此搭营帐 不过在发射前的下午台东下起间歇性的大雨 南田笼罩在镇宇区域中 晋升公司的员工只好为飞鼠一号火箭穿上雨衣 傍晚在部落起劳的起务下准备明天一展的首次发射 从晚上开始 各地的游客陆续的涌进南田 准备明天6点钟观赏火箭升空的壮阔景象 南田整个晚上还是间接性的下着雨 清晨4点半左右 许多人已经各就各位 准备迎接台湾第一次私人制造的火箭升空 但是因为安全问题 距离近一公里的观赏区域 只见碧雷针的身影 看不见火箭 6点前大家已经按下摄影键 或是准备按下快门 准备记录这台湾的第一次 不过雨还是持续的下 甚至有段时间像刮起台风雨一般 有热心民众甚至祷告了起来 希望雨赶快停 虽然之后雨有小一点 东方也从乌云当中露出了一些阳光 但雨却从未真正的停过 一直到6点52分左右 民众先听到火箭发生的激大声响 大家纷纷准备捕捉这历史性一刻的画面 拿着火箭随后并没有飞上空中 而是看到阵阵升起的浓烟 后来媒体收到火箭升空确定中止的讯息 并通知 陈波士在8点钟 会在火箭发射场 向媒体说明火箭升空确定中止的整个经过 今天第一个我们就停止发射 主要是原因第一个 天气太差 一整个晚上一直在下雨 然后我们放了很多气球 那个气球很多到还没有到就已经破掉了 就是风风切太强 然后今天看到那个风的那个那个高空的风速非常高 所以呢我们在最后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怎么办呢 然后就我们就啊我们就走个程序吧 那我们就做一个四点火 我们就做把这个四点火的程序把它做完成 然后看整个安全的机制有没有真正的启动这样 所以呢今天有得到非常多的这个数据 让我们那个可以以后呢可以把它弄得更更那个精准 那飞行模拟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电脑没办法通过 你没有通过的话那个电脑本身就会给你的讯号说 哎这个不好 你最好不要发射 这种情况 那这个是的确我们在试了很多很多次 在今天的这种风的那个变化之下呢 是很难通过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我们是发射是一定是要以安全为最最高的原则啦 所以不要说硬的去发射 所以那既然来到这里那火箭已经都已经灌满燃料了 然后我们就来做个四点火 那点火也完成了程序 所以我们得到很多数据 那也是算来这一次的话 我们公司的同仁都有得到一些那个很有用的数据 那为了以后在设计上的话会很有帮助 所以今天整人都说是没有释射不是失败的 对是没有释射 所以条件条件不足啦 我们的说法是中止释射还是 我们就是说中止 那个因为我们是那个就把他抓住嘛 不让他不让他飞嘛 然后点火 点火那个走了 点火之后然后就停止了 就中止他 核射的那个烟就是点火的烟 对对对对在点火的烟 那水沙水也有沙水 沙水之后然后点火 所以你也看到烟出来 那在发射的时候烟就是那样子 大家都有 今天也看到了他声音大概是那个声音 那发射的声音大概是这种声响 然后烟就大概是这样 烟也是出来以后烟就散掉了 就很快就散掉了 所以基地没有抓住他的话 他其实是会飞上去 哦对哦 所以但是那个是我们的安全设计之一啦 安全设计就是他一定要把他抓住 然后真的真的系统都没问题的时候 他都会才会放飞 那如果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他硬飞上去会出现什么样子 哦当然不会 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发生 如果说系统在做模拟的时候 如果就不太已经在那个不太安全的界线的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会让他 在全世界的发射载具来讲的话 今天的风切其实是蛮强的 已经超过一般能够安全飞行的规范 那所以我们也是得到同样的结果 就很难很难去执行这个飞飞 原本申请13跟18 18还有什么 18现在不可能 因为我们引擎有试点火嘛 那4.5之后的话 我们有一些要换 那里面东西要换 换成新的 那换的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定了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中间 来再申请 第一个系统要走的都很完整 那外界的因素 因为火箭在发射的时候 像这种发射卫星的火箭 跟一般的碳空火箭不一样 它是按着你设计的一条轨机在飞的 所以你按照这个轨机在飞的时候 你如果风切的因素太大的话 你一定会偏离掉 那偏离掉这是一点 另外可能会无法控制 所以这两个因素的话 让你会决定说 你应该就 就应该终止这个发射 现场民众就说 这是任务失败的事吗 没有 因为这个 这个因素也是考虑在里面 那条件不足的话 我们就下次再来 所以任务 我们的那个点火 事点火已经有走完了 所以也算是 我们得到 我们要得到的一些数据 很有用的数据 那今天因为